因為我們以前大概都不會去碰政治 也就是說我們這一代的人大概心裡面都有一個警備總部 現在沒有這個 你們不會害怕 但是在以前他是一個最大的權力機構 他只要人民思想上有問題 可能就會被抓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比較不一樣 就是資訊很容易得到 你上網或者是你看電視 現在電視媒體也比較不一樣 會有各方面不同的說法 你可以自己看自己做判斷 那所有的政治你就發現都跟我們有關係 但是我也不是說每一個人都必須上街頭 因為我們現在有網站 你可以在網站裡面回應給意見 或者是去同意誰去聯署 那個都是一個參政的方式 那個都是一個參政的方式 因為我們現在是有和平衡的網站 我們先看只會有關 我們應該要注意